你們身後看到這幅畫 你們一定很難想像 當初呢我是連一個畫畫都不敢的人 你想說畫畫有什麼好不敢的啊 我告訴你一張白紙擺在我的前面 第一筆要下去的時候我想非常的久 為什麼因為我就是怕當我第一筆點下去 點錯的話我那一幅畫就毀了 你想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沒錯因為我的完美主意呢 讓我沒有辦法在第一筆的時候 隨心所欲的揮灑下去 我就想說如果我一開始點錯了 我後面呢一定就會跟著一起爛掉 那所幸的那就不要做好了 不要畫畫好了 那這樣子也不會畫錯也不會畫醜也不會畫不好看 於是因為這樣的壞習慣呢 讓我有很多的事情我想做 但是一開始我就放棄了 久了之後呢我就發現很沒有產能耶 因為一件事情都沒有辦法完成 甚至連開始都不敢開始 久了之後非常的沮喪 想說到底自己成就了什麼事情 到底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了多少 在這樣沮喪沒多久過後 我決定給自己一個挑戰 因為我發現這樣下去 沒有辦法完成自己的夢想 所以呢我就開始拿出一張白紙 告訴自己今天的目標呢 不是要畫給別人覺得好看 也不是自己覺得好看 今天是要畫好玩的 心裡面呢就不斷的告訴自己畫好玩的畫好玩的 因為當我的紙一拿出來 我的手一下去的時候 腦子當中兩邊的對話又開始了 我就告訴自己說 鞋沒關係畫好玩的輕鬆就好 於是呢我在整趟的畫畫旅程當中 不斷的告訴自己這句話 沒錯那一次呢我完成了我的畫 我心情非常的開心 而且很有成就感 也是那一次的突破呢 讓我慢慢的接觸了不同的畫風 也因為這些畫畫呢 我開始出了很多的文創商品 不管是衣服 卡片 甚至現在開了一個畫室 我不知道完美主義這個巨怕 讓你沒有完成多少的事情 今天呢讓我們就一起來跨出這一步冒險的旅程 不要讓完美主義一直去阻擋你 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吧 親愛的耶穌 將所有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上 有很多我們想要執行 但是我們一直害怕不敢執行的事情 求神你來幫助我們 挪走這個對於想要做完美的這個巨怕 相信神你放在我們當中很多的創意 讓我們可以很自由的揮灑 執行出來 從今天開始 讓我們勇敢的去嘗試 不去在意別人的眼光 就是好玩就好 耶穌謝謝你隨聽我禱告 奉耶穌的名 Amen 我努力更靠近你